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来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赛 注意外线 突破分球 哎 这球好球 好的 断下来 跟进 后面要跟进 对 好球 吹了尾体 这个球还吹了尾体 对 好球 这次放棍 张细鹏 张细鹏这个动作很大 张细鹏 而且这个动作他 除了自己犯规动作大 对自己还容易造成受伤 对 他是不想到你 就是把这个球投上去 对 要悠着点 张三丰 真是这个疯子 哦 他还不是 他 他是在后面 有几天我准备盖 嗯 其实他这个动作呢 这个动作我觉得吹尾体 对啊 就是 吹尾体可能过了一点 但是他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冲球去的 是 但是他自己摔的比较 比较重 对 因为重心失去了 跳的太高了 张细鹏 张三丰 真是名不虚传 其实为什么说他疯啊 其实就是说 呃 他投篮啊 就是准起来 就是说 该进的球 他能进 是不该进的球 他也能进 所以就是给他起了个外号 嗯 现在还有六分的分差 对 应该说这个球还是很有很有机会的 你看他现在就是拆不下去 所以你这个挡拆是没有作用的 其实在拆这个方面 最好的应该说好球 好球 这是投了一个张牌 张牌 张牌四次犯规以后 这个能够保持在那个到最后一跌 对 大号的两分 平时说在拆方面呢 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在CBA这么多年的这个中锋当中呢 我击沉是最好的 是 你击沉这个和同远的这个配合 西尔利江 对 西尔利江 根本不用看是谁 看这出手就是西尔利江 对 招牌是出手 嗯 孟朵 这球给过来 对 今天孟朵打得太谨慎啊 好球 哎呀 这球 哎呀 这球真的很漂亮 可惜 可惜没有劲 哎 7分的分差 就是孟朵的进攻啊 就是孟朵的进攻啊 应该是打的就是在主动一点 嗯 今天打得非常肺动 西尔利江在头 这是没有 反击了 反击这个速度一定要加进来 对 后面要跟进 跟进 跟进抢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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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孟朵的反应 就没有反应啊 就是我没有进攻 我一定要再去做点别的 嗯 好球 好球 对 好球 漂亮 真的漂亮 也上的漂亮 对 两米12个大哥 所以在快速中间啊 他的视野就是非常好 而且他能够就是说就是 那个球的提前量啊 给的也是恰到好处 其实这个就是能力啊 你看对传过去之后张凯的上篮这一下呢 用左手一条 对也是能力的体现 是 现在把孟朵换下 对他太不打的太不兴奋了哈 孟朵今天不兴奋 河中美上来感觉一下 如果这个球再伐进去就变成四分了 嗯 现在这个 对 顾全也换上来 换一下球标休息一下 对 我觉得今天那个马克伯罗就是打到现在 应该说前面都是 还是打得非常好的哈 就看他最后这个 咬到最后了 看看 就关键时候能不能就是 反超 好 现在只有四分的分差 防守也是全场 全场先领防一下 新疆今天就是打得很慢 哎 现在顾全防守张庆庞 顾全比较高啊 嗯 那是一个大个阵容 大个阵容 哎 外线邢尔丽江又空了 哎呦 哎呦 篮板没办法 对 就是顶他顶那个 新疆尔顿的篮板太吃力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那个孙通林哈 嗯 在顶的篮板方面我就跟你就是 放规了 我就不惜放规 我就不让你接球 对 我不让你接球 而且我就面对面 嗯 我就缠死你啊 对 就是根本都不用转身 就是我就跟你面对面 而且因为我五次下去 就是让你抢不到篮板 他并不是并不损失什么 好篮板 这次 三分没打成 还有六分的分差 其实这么打太累了 对 这进攻就是不要 拿球太多 拿球太多 对 快转移 哎呀就是 左侧已经有机会了 好顾全一点再给 哎呀 左侧刚才已经有机会 完了 现在时间也没有了 就要回场啊 就是大家都进攻要更主动一点 不要就是说太依赖那个约斯了 嗯 就是刚顾全这个机会 其实已经出来了 被自己投 西尔利 这是张静鹏 好球 给的漂亮 西尔利江 又是外线三尊 对 西尔利江 哎 吹了张凯吹人 啊 第五次犯了 对 张凯放规就是 嗯 得不少吃啊 如果就是 就是孙哲跟那个 孙冬林 我觉得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第五次犯规 他如果下去 那内线的那个 太难打了 嗯 攻击啊 就更差了 我现在用那个孙哲 换下了孙冬林 哎呦 漂亮 漂亮 这就是经验 对 就是看起来我是去利用掩护了 但是其实是假的 好球 好球 对 三分啊 投进去就特别干脆 是 约时经常会能投入这种球 所以一点也不惊讶 看起来 74比79 85分 防守啊 对 但是新疆也是就是 很很 就是 觉得好像心中很有数啊 不着急 你看大巴打过现在都没有在上场 没有知道我现在双外远 是 就是他并没有拿出全力 对 影响 哎呦 有 包括你看昆西杜比约时这种突破进去的抛投能力都很强 对 再来一个 又一个好球 蛮不讲理的三分球 蛮不讲理真是蛮不讲理的三分球 他今天这个赛季啊 就投出太多的这样的球了 但有的时候真没办法 这个时候 打不进 只能这么打 对 你根本都没有反应 哦 这个 对 对 可能 可能 要滑球三次 这些经验很丰富 对 非常有经验 就是你守在我身上的时候 就是 我一定要把这个投篮动物做出来 嗯 这个还是算了一个两分球的犯规啊 是 哎 要接应 接应 对 不要五秒 快打 然后 就让对方逼了一个 然后 造了一个失误 嗯 这个时候东北马克波罗请求暂停了 对 球队现在呢 有些被动 光光 分差呢 16分 而现在关键是东北马克波罗呢 形势呢 不是很有力 对 因为 进攻点也太少了 马可波罗瓷砖 马可波罗瓷砖 中国千年逃逸 与意大利艺术的完美结合 马可波罗瓷砖 马可波罗瓷砖 为中国篮球加油 马可波罗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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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马可波罗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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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 东北马可波罗呢 可以不要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啊 对 这个时候就放手一拼 因为现在呢 这个第三节 第四节 分差并不大 对不是很大 而且呢 今天肯定是在实力方面呢 是不如新疆的 对 没有什么对于输赢的一个太多的一个考虑 就是拼 现在又把张凯换一下 这何忠敏补上来 对补防 放归了 其实多和这样的对手打好啊 你就知道和强手打的是应该怎样去打 对 尤其是对年轻队员来说积累这种经验 对 其实这个赛季从整个的阵容深度来看新疆队是可能是这个赛季最整齐的 对 所有球队当中 应该说是还是不错的 外援又整齐实力又强 是 内线又有大巴 这个后卫的替补上面的还有张凯鹏 是 内线有强攻的 往哪个还有抢篮板的 对 外线还有投手 你看像过去像穆拉提这种过去这种篮板魔兽也是 就是篮领球员吧 现在其实他们上场机会还不是很多 但是你真正打的某种时候需要他们的手都能顶上来 嗯 让夕热立江啊 还有孙伟博啊 就是他整个的深度还是很不错的 对 其实新疆这个赛季真的应该说是打得非常不错啊 在常规赛已经打到现在他只输了一场球啊 这说明他这个这个队伍的实力确实还是非常强的 好球 好球 哎呦又差一点点进 其实还是心里上啊就是多少会有点害怕啊 你看新的尔顿往下拆多凶啊 你看他往下拆的时候药位多凶 没有一次来买 这是被顾璇 顾璇压倒在地 对啊 其实内心要胃的时候都要有点不讲理啊 就是要有点那种不讲理和近视打架的那种争夺 你看我倒下的时候我还得推一下 就是这就是区别啊 就是学习篮球篮球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理念就是不同 一个是抢出身 一个是头出身 头的动作有点硬啊 那奖老师现在做的就是就是很稳啊 根本没有换大巴的意思哈 因为基本上可能是让大巴调整了 你看下面上基本上是马尔丹在打 包括买武兰都没打 是 你看他是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呢 是派上了自己的这个 你看三号人物或者四号人物在打 好球好球哎 漂亮 就是两人出击也没防止他 孙宏林这个球处理得还不错 好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